那很高兴我们今天又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Google地球 它呢其实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就是制作动画也好 或者是说我利用这样的方式呢来知道很多的就是把资讯 就是一些数据资讯啊或者时间的资讯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整合在这里面 那在开始之前我先跟各位说明一下 因为可能有很多人因为疫情的关系已经慢慢结尾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好像越来越多人不会用Google Meet 那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在Google Meet的那个 你现在看到画面的正下方那里有没有 它有两个跟各位比较有关系的 一个是这个就是他现在也有这种表情符号好吗 他现在有这种表情符号 所以呢你今天呢如果想要拍拍手 对不对或者是觉得喜欢了 是的是的已经开始有人会按了 所以来我们先帮刚刚的博云拍拍手吧 哈哈哈哈 这样有看到了 对对对对对 这个很棒的 那再来就是如果你有问题要会举手 在这边这里有一个举手的 你就可以把它按下去 不要客气 真的手就可以举起来了 这样我就知道有谁在举手了 有有有你看你看 那个信心已经举手了 好 那当然我也很鼓励大家 如果你有问题直接就麦克风开下去就好了 这样OK吗 哈哈 因为大家已经越来越 离这个线上好像越来越遥远了 但是它还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 我们善用一下 我们沟通就更方便了 OK这是第一个跟大家复习一下的 那再来就是您可以看到我们在这边来 我开始之前应该先调查一下 来看一下大家呢 现在 使用的这个情形 好 稍等我一下 来 这个画面我拉过来 来 各位呢 你可以 扫描我的这个 QR Code 那等一下呢 你就会进到我的问卷里面 我先要问各位两个问题啦 第一个 你有没有用过Google Earth 好 第二个呢 是你有没有申请了 Google Earth Studio 就是我们在那个 应该是会前通知 好 就请大家 要先申请哦 因为 基本上如果你没有事先申请 不是在昨天就已经申请好的话 可能今天你会没办法用哦 所以 你可以点进来 哎 有没有的 刚刚那个 QR Code 还需要吗 来来来 我再 这个 看你要哪一个 哈哈 好 现在有14位 已经有参与了 好 15人 我来看一下 现在线上的人数 好 应该有差不多20几位 好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扫描的 哎 反正你只要点一点就好了 就两题而已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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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起来应该差不多的 好 那 我这个就先把它关闭 我们来看一下啦 好 首先 有没有用过这个Google地球的 哎 有用过的 五个 哎 没有用过的 占比较多一点 看起来 有用过的还是比较少 我没有问你那个Google地图 Google地图 你如果没有用过的 那这样你就太惨了 哈哈哈 对不对 好 OK 所以看起来 还有不确定的就是 因为Google地球跟Google地图 长得很像嘛 对不对 所以 很容易搞不清楚到底是 哪一个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题啰 来看一下 这个 有没有申请过的呢 哦 不错 有三位有了 两位还没 来来来 我们看一下 因为Google Earth Studio 这个哦 它比较特殊 就是它一直 老实讲已经好几年了 都一直处在这个 Beta版 或者是测试版 好 Google一直没有把它 就是变成一个 完全开放的 这样的一个服务 所以会变成说 你需要有一个 申请的动作 那它 大致上 最快最快 我之前有遇过的 可能要几个小时 才会 就是 你申请 然后才会通过 好 那最慢 像早期的话 可能是只有 就是 我看一下 差不多几天啊 差不多几天的时间 但是后来就是 有稍微比较快一些 只是还是没有办法 马上申请 马上就通过 好看起来 有一部分的同学应该 待会再讲这一块的时候 可能你只能用看的 哈哈 不过没关系啦 你大致上可以了解一下 那我网路上的文章 其实我们今天会介绍的 这些内容 都在我的部落格上 都有很多的文章 所以也写的蛮详细的 那甚至有一些 我之前也有录教学影片 您都可以做参考 OK 好 那我们的调查就结束了 先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那待会呢 我们会有需要 就是各位呢 你下载一个Google Earth的电脑版 也就是它的Pro版 好 那那个Pro版的话呢 当然它现在有很多版本 待会我们会介绍 可是如果你要用最丰富的版本的话 原则上 还是电脑的安装版 算是它的功能是最丰富的这样子 OK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先开场的时候呢 先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